从下面开始学习肾肿瘤性的病变 我们主要学习肾脏的和尿路系统的恶性肿瘤 首先我们来学肾肿瘤 在肿瘤的肿论里面大家已经学习过了 肿瘤里面包括什么 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 那么良性肿瘤通常来说呢 对病人危害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也要考虑到他的大小部位 对身体的影响情况 如果说症状肿瘤比较小 那么部位又不是很致命的地方 相对来说呢局部切除就可以了 在我们肾脏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临床考虑 有可能是一个良性肿瘤的话 或者肿瘤体积不是很大 可以做一个肾脏的部分切除 这样对于病人的一个肾脏的保留 是非常有好处的 良性肿瘤虽然没有临床的太大的威胁对病人 但是要看他的大小进行处理 在肾脏肿瘤里边 肿瘤呢一个是皮脂的鲁头状腺瘤 还有水质的纤维瘤等等 我们学习呢 主要是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呢 主要学习肾细胞癌 肾细胞癌主要是在成人里边发生 还有一个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在儿童里面发生的 肾母细胞瘤 又叫worms瘤 肾脏还有其他一些肿瘤 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在肾泌尿系统肿瘤里边 下肿瘤肿瘤里 一般发生率呢 会比肾细胞癌会多 一般都是膀胱 所以说膀胱癌发生呢 会比肾癌发生会多一些 首先我们来学习肾细胞癌 肾细胞主要来源于肾小管上皮细胞 肾细胞癌在肾脏的 原发性的恶性肿瘤里边 占80%到85% 它最常见于中老年人 一般是60到70岁 在男女发生上面 通常是男性多于女性 它发病原因通常是什么 吸烟 还有是接触一些 外源性的物质 还有一种情况 肾细胞癌的发生呢 是因为什么 长期偷袭的病人呢 可以发生一个获得性的 多囊性的一个疾病 然后在这基础上 又发生了肾细胞癌 下面我们列举了一些 成人的 前面两个是乳头状的腺瘤 和四酸细胞瘤 都是一个良性的 后面呢 是 我有的病 是后面写的缩写 RCC 是 Renocylacinoma 肾细胞癌的缩写 那么在这里面呢 列举的里边 前面三个是 透明细胞型的肾细胞癌 乳头状肾细胞癌 咸色细胞癌 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 透明细胞型 肾细胞癌是 更常见的 所以说我们学习呢 也是学习 透明细胞型 肾细胞癌为主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透明细胞型的肾细胞癌 透明细胞型的肾细胞癌 占肾细胞癌的70%到80% 所以说它放在第一位 也是最常见的 多数情况下是散发的 但是呢 也会有一些家族性的 主要鉴于 VHL病 这一个病呢 是一个综合征 它是跟基因突变有关的 是常染折体险性 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一个家族性的 这一个综合征的 Syndrome 可以有视网膜和脑的 血管母细胞瘤 还有肾细胞癌 主要是透明细胞型的肾细胞癌 还有呢 就是四个细胞瘤 还有一线的囊肿 这些病变构成了 VHL综合征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 得多种肿瘤的倾向性 这个综合征是一个 培系的突变 Dreamline mutation VHL基因呢 它是一个肿瘤的抑制基因 肾透明细胞型的肾细胞癌 大体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由于它是来源 肾小管上皮的 尤其是透明细胞型的肾细胞癌 它来源于近端肾小管 所以说它的起源一般来说 如果它很小的话 一般位于什么部位呀 肾的皮脂 因为皮脂里面主要是进去小管 但是呢 肿瘤长大以后呢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往下 肾的食指里面都站位以后 那么有的时候呢 感觉皮脂水指里面都会有 这时候就分不太清了 是不是来源于皮脂 但是它一开始小的时候 是来源于肾皮脂 肿瘤一般有边界比较清楚 成为一个类圆形的 或结结状的一个改变 它的切面应该是金黄色的 灰色的 白色的 同时呢 会有些区域呢 有明显的囊性变 还会有坏死 还会有出血 所以说在有些书上面 会描述它成为什么 多彩的 无彩的 这种改变 如果有出血的话 是不是暗红色的 如果坏死的话呢 有些时候会有灰黄色的 那种黄色跟肾细胞癌的 那个金黄色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色彩比较丰富 同时呢 切面还会有囊腔的改变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 右边上面这张图 这个病变 肿瘤的病变 这个类圆形的肿物非常清楚 病变呢 而且跟周围的肾脏 界限相对比较清楚 对吧 颜色不一样 黄色的 局部有一点点白色 下面那张图里边 会发现这个肿瘤 切面 不如上面那一张 是不是很满满的 这里什么 出血坏死 有出血坏死 所以说它有缺损 肾癌 我们肾透明细胞癌也好 其他癌也好 有一些病人呢 发现不及时的话 肿瘤长得很大 会浸润到什么 肾周的脂肪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这个肿瘤 未上级的话 就会到达肾上线 所以说 发现的碗 肿瘤体积大 会向周围的结构 进行浸润 浸下我们观察 可以发现 有这些特点 最经典的 大家想一想 透明细胞型的 肾细胞癌 那么就是根据 它的浸下 一个特点 给它起的名字 那么它的细胞呢 就是胞浆透明 总体来说 这个细胞 可以看到 胞浆是不是 淡淡的 比较空一点 胞浆是 粉色的 红染的 一红染色 细胞核是蓝色的 而在透明细胞性 生细胞癌里面呢 胞浆是 淡淡的粉染一点点 或者是什么 透亮的 透明的 就像我们图中 可看到的 有一点点 粉粉的 很多时候 还是透明的 这一类型的 生细胞里边 含有 纸类物质 在 制片当中 会用二小本 有机溶剂 会融纸类物质 没有了这些物质以后 染料 难以染上 形成了 透明样的 包浆 大家可以看到 肿瘤细胞 排列成什么 槽状的 对吧 一槽一槽的 在肿瘤的 总论里面 大家学过 上皮来源的 恶性肿瘤 叫什么 癌 尖验来源的是什么 肉瘤 同时大家也学到了 癌的一个特点是 主质和尖质 两种成分 对吧 在肿瘤里面 应该学过 乳腺癌 对不对 乳腺癌里面 包括实习 你们都已经看过了 乳腺癌里面 可以看到什么 癌槽 各种样 表现的癌槽 结构 然后最很重要的是 肩脂非常明显 对吧 纤维解体组织 肩脂 但是 你们在观察 透明细胞型 生细胞癌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对呀 全都是细胞 对吧 似乎肩脂并不明显 其实它的肩脂 确实不明显 但它有 它的这个肩脂 就是这个血痘 血痘 是以血痘为主的 这个改变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它也叫癌 但是呢 组织肩脂酱分布 跟肠癌 和乳腺癌 是不一样的 透明细胞型 肾细胞癌呢 大部分呢 其实是透明的 有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 粉染的颗粒的 成分在里边 那肾细胞癌的特点 看完以后 下面也是提了一下 肩脂 非常少 都是一个什么 血管 同时呢 还会出来 有的时候会 调锁状的结构 肾细胞癌 它的临床表现呢 会多种多样的 很多时候 尤其是早期 你是没有感觉的 很多时候 就像我刚才说的 往往是提检的时候 会发现 作为我们平时呢 很难去 及时地发现它 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 无痛性的血尿 有的时候呢 会有发烧 还有呢 肾细的疼痛 但是这些指标 都不是很特异的 有的时候肾细 有的时候会有点 不舒服啊什么的 就觉得腰疼有可能 在有些病人 往往呢 它的发现是什么 首先是由于转移以后 转移罩先显现出来 然后发现了 转移罩以后 做了一个病理检查 发现 这不是这个 转移部位的 应该出现的 一个肿瘤的形态的改变 那么我们就去会 做什么 做一些免疫主化 再去呢 提示临床 进一步检查 相应的 可疑的脏器 看看是不是 我们怀疑的脏器 发生了肿瘤 然后转移到 现在这个发现的 这个部位 所以说呢 有一些肿瘤 它的发现 不是从原发造 开始的 而是从转移造 开始的 肾细胞癌 尤其是透明细胞性 肾细胞癌 它常见的 转移部位 一般都是肺和骨 在肿瘤 肿瘤里面 大家也学过了 如果是转移造的话 往往容易是什么 多发病造 下面学 Wirms Tumor 还有Nephoblastoma 大家一定要知道 Wirms肿瘤 和圣母细胞瘤 它是一个肿瘤 两个名字 然后圣母细胞瘤呢 是跟它的发生 这个病理的特点 来命名的 圣母细胞瘤 它的大体 首先学一下 是什么样子的 它一般都是比较大 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挺大的了 然后是一个实性的 边界呢 比较清楚的一个肿瘤 它的切面 比较软 比较均一 有棕色的 灰色的 如果橘胶有出血的话 就像我们这张图里边 有的地方是暗红色的 那么就是 显示出出血的改变 还有一些呢 会有一点囊的结构 所以这个大体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它是可以均一的 比较软的 有的时候比较细腻 镜下我们可以看 它有哪些成分 主要是有三种成分 一个胚芽的成分 是一个片状的 可以看到 蓝染的 小的细胞 这些细胞呢 看着呢 比较幼稚 你分不出来 它是什么特点 在细胞分化过程当中 越幼稚 越看不出 它长什么样子 比如说 有些细胞长到一定程度 我看到知道 它是一个零状上皮 有的是什么 肺泡上皮 能够判断出来 但是因为它长得什么 小 然后呢 比较均一 蓝染 比较幼稚 没有什么特点 此外还能看到 上皮的成分 这个上皮的成分呢 往往 展示出什么样子形态呢 有点像 你看图中 就是有点像什么 可以看到 似乎像一个囊一样的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 类似于肾小球的一个结构 当然在有些区域呢 你也看到有的像 肾小管的结构 一个圆的 一个线的 管的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上皮的成分 此外还有尖脂的成分 这些尖脂的成分 有哪些呢 可以有 平滑肌的成分 脂肪的成分 软骨 还有骨样的成分 甚至于 人精元性的组织 这些尖脂的成分 就是有 更多像 有些尖液的一个成分 有尖液的分化 那么这三种成分 构成了 圣母细胞癌的 一个形态学的表现 当然 在不同的肿瘤里面 因为我们取材的原因 有的区域呢 以一种为主 有些区域呢 两种 有些区域呢 三种都有 但是不管他出来哪些 都应该呢 能够认识他 其实 圣母细胞 是一个 重新展示了一遍 肾的一个发育的 不同的阶段的一个表现 它的临床特点 有什么表现 首先是腹部 可以触摸到的 一大的包块 患者 首先是 二到五岁的小孩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也不太会表达 家长在给孩子 洗澡的时候 就摸到一个腹部总块 这个时候 一般都是比较大的 一个腹部总块 患者呢 其他一些表现呢 就不一定很特异了 甚至于没有 比如说 我们 幻灯片上说的 发热 腹部疼痛 有的时候就没有 这个圣母细胞瘤呢 一般来说 预厚呢 大部分是比较好的 一般治疗呢 就是切除 还有化疗 两种方法联合运用 两年生存率 一般可以达到90% 虽然它 预厚相对来说比较好 但是如果说 肿瘤里边 有一些 间变的成分 那么它对呢 治疗呢 有去化疗 这些治疗不是特别敏感 预厚就不太好 上面我们介绍了 肾脏的肿瘤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 尿路上皮肿瘤 尿路上皮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词 并不是很熟悉 组织学里面学的是 疑性上皮 就从肾瘤 肾瘤开始 整个尿液流过的地方 基本都是尿路上皮 尿路上皮肿瘤 发生在整个尿路 疑性上皮 背负的区域 就是从 肾瘤 输尿管 膀胱 尿道 整个系统下来 尿路上皮背负的地方 既然这些区域 都会有 疑性上皮的背负 那么它们就会得 尿路上皮肿瘤 就像我们右边图里面 所说的 右边图里面 所展示的 那么可以从肾瘤 输尿管 膀胱 一直下来 这种生长 都会有 有的时候呢 是单发的 只在剩余 或者膀胱 有的时候呢 是多发的 而且尿路上皮癌 还经常容易多发 在我们学习的 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是 尿路上皮癌 有它的共性 所以说我们重点 只在 膀胱的 尿路上皮癌 里面进行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大体上 会有什么表现 刚才的一些图呢 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那这个模式图呢 就告诉我们 尿路上皮肿瘤 有哪些生长方式 上面两个 主要是外生性的为主 下面两个是什么 扁平的病变 那它的病变里面呢 还不一样 就是有的呢 就是外生性的同时 没有均润 另外一个就是 又有外生 又有均润 这个第二行里边呢 这边 左边这个图里边 扁平的时候 没有均润 如果是个癌的话 总论里面学了 应该是命名它什么 对 原胃癌 它没有突破这个基底 就是原胃癌 还有呢 如果浸润呢 它就是一个浸润性的癌 在尿路上皮肿瘤里面呢 大家看一下 上面那一种外生性的 乳头状的病变 是不是病变 你识别很容易啊 而下面的 尤其是左边的 一个原胃癌的时候 在如果我们肉眼 去膀胱镜看的时候 经常是什么 面积大一点的时候 是一个糜烂 是一个黏膜 跟正常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些病变 有可能肉眼是看不见的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像原胃癌 就是在尿路上皮肿瘤里边 尤其膀胱里面的原胃癌 是一个很记守的一个病变 因为它经常有一些病灶 你是观察不到的 不如上面那些 目标很明确 所以说它的临床呢 比较有时候 预厚非常的不好 在膀胱里面 尿路上皮肿瘤 大概有哪些类型 首先它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良性的肿瘤 就叫乳头状瘤 但是乳头状瘤呢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恶性的肿瘤 主要是尿路上皮癌 尿路上皮癌分为两类 一个是低级别 一个高级别 低级别呢 是好的 高风化 高级别呢 是不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乳头状瘤 它是一个良性病变 它非常少见的 一个良性肿瘤 大家知道 一般呢 是非浸润型的 0.2到1厘米 如果切掉呢 一般来说 太容易复发 组织学上可以看到 乳头状瘤 其实这个照片 因为拍不到全部 它应该是 那边是一个 乳头状的伸出去的 当中有纤维血管的轴心 它是一个瘤 所以说 它是一个良性的 良性的肿瘤 大家在肿瘤 肿瘤里面 学到过 它一般是什么 只是结构发生了改变 对吧 整个细胞学的改变 并不明显 所以说 它一般来讲 它的核的排列 这个细胞的迹象 都还在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极项 对吧 细胞核的染色 核浆比 还基本上 接近正常的尿路上皮 同时呢 一般不太容易 看到核分裂项 所以说 它良性的 只是一个结构 发生了改变 因为有膀胱里面 表面背负的尿路上皮 膀胱聪明的时候 两三层 空虚的时候 一般七层左右 那么 一般来讲 它不会有 乳头的结构 所以说 结构发生了改变 但细胞学的改变 并不明显 所以说我们称它为 良性的乳头状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尿路上皮癌 会是什么样的改变 尿路上皮癌 多数情况下 在低级别里边 它是一个乳头状的 外生性的生长 也是一个乳头状的 因为它是一个乳头状的结构 所以当中也会有 纤维血管的轴心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癌 所以说 它跟刚才的乳头状瘤 是会有不一样的 表现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它的迹象 这边似乎看到还可以 迹象还存在 但这边是什么 跟这比起来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 迹象又有点乱了 核有点深染 同时有一些什么 核将比正大 就是我们肿瘤 肿瘤里边一些描述 恶性肿瘤的一些特征 就开始出现了 它呢 有时候会出现核分裂像 但是呢 一般来说是偏向基底部 核分裂像 那么我们就把 总论里边学到的一些 肿瘤 量恶性判断标准的一些指标 就可以用到这里 去判断它 其实这就是我们 平时做诊断工作的 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这个结构的异常 细胞学的异常 异常的程度 来判断 是不是恶性肿瘤 如果是恶性 它的程度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 低级别的尿路上皮 鲁头状的尿路上皮癌 一般很少有浸润 有 但是非常少 这类肿瘤呢 如果它切除呢 有的时候还会复发 一般来说 尿路上皮癌呢 还是比较容易复发的 下面描述就是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细胞呢 有它的异性性 只是异性性程度呢 不够大 所以说我们把它归为低级别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高级别的尿路上皮癌 是什么样子的 一般来讲呢 会有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是鲁头状的 但是偶尔呢 也会有扁平的 就刚才一个模式图 它有扁平的 高级别 同时呢 它还有浸润 所以说有的时候 会有扁平的 但是多数来说 都是外生性的为主 因为它是高级别的 一般来说 发病的时候呢 累积的黏膜 范围会比较广 范围比较广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浸润 高级别里面 精润比较多见 低级别相对比较少 还有呢 因为它是一个高级别的 比较饿 在肿瘤的表面 经常会出现坏死 比如说描述的时候 会什么 表面比较污秽 就有点像我们胃的里边 胃癌的时候 描述癌性溃疡一样 它表面会有污秽的感觉 就是因为有坏死 在个别的尿路上皮癌呢 可以有磷状上皮的分化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高级别的 因为高级别 它可以什么 侵犯的范围比较广 可以有比较深的净润 所以说呢 它很容易什么 浸论到周围的结构 同时呢 有转移到区域的淋巴结 甚至于可以什么 有转移 这看一下高级别的 是不是跟刚才比起来 你们再想一想 肿瘤的肿瘤里面学的 描述这个结构的改变 细胞学的改变 是不是都显现出来了 它肯定也会有 颅头状的结构 当中有纤维血管 颅头状的结构 这是纤维血管轴心 这么切的 这么轴心 就这样切了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它的细胞学的改变 是不是非常明显 一行星大 有多行星 有大小不等的 肿瘤细胞 对吧 核也大小不等 核深染 有的核 核将比 都大了 最重要排列还比较什么 乱 没有迹象 所以说根据它的这些 指标 程度 首先有没有 对吧 这些改变 总论里面写的结构 细胞学 一行性 多行性 和分裂 有没有 对吧 有了以后程度 我们就给它分 低级别 高级别 高级别是恶性的一个 更恶的表现 另外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原胃癌 原胃癌 刚才一些模式图上 已经看过了 原胃癌的概念 总论里面也学过了 就是没有突破 背负的上皮 基底的原胃的癌 如果说 它是有多躁的话 这些多躁 都是一个 丹克隆起源的 尿路上皮癌 尤其是膀胱癌 它的一个 临床的表现 主要是 无痛性的一个血尿 一般病人的年龄 都是50到70岁 还是男性 多于女性 它的一些 自癌因素 因此有一些什么 接触的一些 化型物品 还有湿烟 泌尿系统里边 总体来说 是男性 比女性多 还有一个是 慢性膀胱炎 膀胱的血系从病 一些药物 比如说 黄尼心安 所以说 这些都是 它一个 自癌的因素 那么治疗的时候 如果说 是外生性的 浸润不明显的 一般来说 局部用 切除掉了 那么 切除掉以后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容易复发的 就是膀胱还保留了 就是把病灶给切掉了 一般来说 它的育后 是跟什么有关 那肯定 我们既然分了低级别 高级别 那肯定是跟它的 组织学的分级有关 对不对 同时 还有一个 跟它的浸润的深度 有关系 如果低级别 又没有浸润 育后就会好一些 有的人 可能就 大部分的 百分之七八十 都会没什么问题 甚至于百分之九十 那么如果高级别的 又有浸润了 那浴霍非常不好 甚至于膀胱 整个膀胱都切了 刚才我们主要学习了 膀胱的尿路上皮癌 由于肾瑜和输尿管 也都是尿路上皮 被俘的 所以说我们简单地 学习一下 肾瑜的尿路上皮癌 肾瑜的 原发性的 尿路上皮癌 在原发性的 肾肿瘤里面 大概有百分之五到十 它也会有 无痛性的血尿 但有的时候会有疼痛 这些症状 但是不是那么特异 如果说这个肿瘤 只是外生性的生长 大家想一下 肾瑜的结构 外生性生长 还好一些 但如果它浸润到什么 里面了 浸润到它的 黏膜下的一个区域 甚至于肾痘啊 这些区域 甚至有肾静脉的侵犯 它的预护是非常差的 一般来说 在肾瑜的尿路上皮癌里面 如果说低级别的 非浸润的 它的预护呢 即使肾脏整个切掉了 预护就很好了 百分之五十到一百 存活率 如果说高级别 浸润型的 那有的它的五年的生存力 也就百分之十 很不好 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输尿管也会有一些 发生的是尿路上皮肿瘤 那么它的五年生存力 也不是很好 好 我们刚才呢 到目前为止呢 泌尿系统的 我们都学完了